哈囉,大家好,我是詩心丸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個東西 好,它一樣是跟著我們上一集拍的 電漿球 好,一起寄來的 那一樣是坐飛機,可是它被壓到有一點點變形了 沒關係,我們一樣來開封 好,先把它打開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看看 好,這個東西 這個是所謂的手機放大鏡支架 那它是,它說這個是看片神器 那我們也可以來試看看是不是真的 OK 那我們現在先來示範一下 誒,它有一點就是放大鏡 放大鏡的功能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把東西放到後面去 例如說這顆蘋果 變好大顆 對,然後我們自己來調整角度 OK 變大蘋果 變大蘋果了 好 好 它這裡有一個支撐的部分 就支撐它的螢幕 把它拿起來 好,跨在這裡 跨著 那我們的手機呢 就放在後面 好 好,例如說 我們現在來 來測試一下 測試一下 它播影片的部分 好 那 我們現在手機上面呢 找一段影片 來給它播看看 好 好,例如說 我們來播 之前拍攝的東西 好 我們來測試一下 好 放上去之後 把它轉到正面 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這個效果如何 好,手機的部分呢 我們再把它調整一下 感覺一下這個效果 從螢幕上面看呢 它有放大的效果 但清晰度 好像沒有很好 好 所以咧 這個 放大的 東西 那 不然我們再來測試 另外一支手機 看看 好 例如說 我們現在找 另外一個影片 好 那我們來換一支手機 看看 好,我們把手機跨上去 對 那這個螢幕又稍微大了一點 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效果 好 其實它有 放大 但是它 它 的 狀況 好像 沒有 好 所以 效果 是 還好 所以我們測試一下這個3D的部分 好 升值 好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喜歡這段影片呢 再幫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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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